有许多老店都烦恼下一代不愿意接班 但是这家店刚好相反 孙子想接阿嬷还不愿意呢 阿嬷卖的是萝卜丝饼 已经卖了四十多年 生意相当的好 是附近上班族的下午茶点心首选 但是老人家年纪大了 做饼越来越吃力 这个时候孙子表达了想接班的意愿 阿嬷心里却想着 年轻人可能吃不了苦 更没有耐心 因为看起来很简单的萝卜丝饼 细节其实很多 光是面皮的制作就很复杂 谁就一再地拖延敷衍 孙子没有放弃 炉了整整一年 阿嬷才点头答应教她怎么做 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魔鬼训练 最后是通过了阿嬷的考试 才终于独当一面 站在监台前 坚持成了这块萝卜丝饼 最珍贵的馅料 平均大概7到8分钟 然后我们就是看它蓬的状况 还有面皮的颜色 去判断说里面熟了没 馅料塞得满满满 圆满满的萝卜丝饼 漂浮在油锅中 半煎半炸 渐渐变成金黄色 还得随时翻来覆去 因为它面皮蓬起来 它里面热对流 它才会熟 面皮才会熟 这有点像那个烤麻糬 你们知道吗 也是一样要一直翻 一直翻一直翻 它烹起来 里面才会 吃起来才会不是Q啊 因为阿嬷在做这个之前 我们都还没有出生 打虫一出生 就吃到大了 所以这个味道是 相信应该没有人比我跟姐姐 还要更熟悉这个味道 阿嬷卖了四十年的萝卜丝饼 退休了 盘子收了 一度让吃不到的客人 堆心瓜 我从小吃到大的 对 因为以前在那个位置 然后我以前就买过 对 就从 因为我家就住旁边 所以每天都会去买 可是看有一段时间不是呢 对 没有 对 中间有一段消失 就有点觉得失望 对 但又回来了觉得很开心 行行念念的萝卜丝饼 消失街头四年多 又回来了 老客人有种 吃而复得的喜悦 可是你买吃的是自己的吗 没有 就是买回去给家人吃 因为我以前念智里 然后就是大学的时候 就有再买 后来就发现好像消失了 然后最近就是 我看网路上就突然看到 他们又回来 姐弟俩一个煎饼 一个绑着包线 顾客的心声 也是他们的心声 把电开回来 想要有许阿嬷的好味道 平均一天要处理60斤萝卜 冬天多达90斤 但即便是寒冷的清晨 要从被窝里端出来 早起采买备料 对沈从事来说 并不是什么的事 习惯啊 习惯啊 因为我以前是当兵的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起起来 是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会太痛 还好 还好 对于罗伯斯的身材 阿嬷严格管控 长5公分 宽0.9公分 可以让罗伯斯变短变胖 隐藏一份阿嬷对客人的贴心 罗伯细长的时候 你在吃的时候 就会有点像在吃面 他吃到尾端的时候会坦 甩得满脸都是 那他后来决定变短之后 就发现原本的粗细又变短 就会变得没口感 所以他就在试着加粗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粗细是 阿嬷的经验 阿嬷三 四十年的经验 不管你是熟萝卜 生萝卜 都一定要杀青 他才可以去除萝卜那个 辛辣感跟那个色感 帮忙麦炳是沈松生 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他从未想过有一天 自己会接受这份工作 身上会有那个味道 就帮阿嬷做 在路边看 因为煎饼 你做这种东西 身上一定会有一些油炸味 小时候就会觉得 国小国中的时候觉得 哇 好臭喔 这样子 然后很不喜欢 这是有点融合客家人的元素进去 像小虾米 然后香葱酥跟肉燥 有点像客家人的那种菜包的感觉 那种超阿贵的感觉 阿嬷的萝卜丝饼口味比众不同 还曾吸引美食部落客报道 就在沈松生毕业后当职业军人 当到一半 阿嬷突然说做不动了要退休 也不打算传给下一代 但歇业后那五年 阿嬷的手机还是时常响起 都是打来要跟他买笔的客人 其实阿嬷收的这五年一直 因为阿嬷手机没有发 阿嬷的手机就是店里的手机 其实大概平均每个礼拜都至少会有两三通打来问说 诶 请问开了吗 请问你们还有要做吗 或者是今天有没有开这样子 她也觉得摊子收掉很可惜不如由她来接 但卢了一整年 阿嬷才点头打理找她 阿嬷其实一开始就觉得我在开玩笑 她就听一听这样子 就可能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 阿嬷煮饭吃晚餐 就吃一吃 就说阿嬷我决定了我要退伍 退伍我要回来接你的生意做这样子 然后阿嬷就说好啊好啊这样敷衍 好啊接啊这样子继续吃她的饭 然后一直到感受到好像我真的是认真的 她才开始认真的拒绝我 不是认真的接受我 是认真的拒绝我 她就说不要啦 很辛苦很累 看见孙子的决心 老人家终究心软 开始一连串的魔鬼训练 但光是面团 沈聪生就一直保不定 阿嬷的饼皮其实比较有劲道一点 对他很多人说有点像是 双胞胎或者是肌肉尿养三明治 他有一定的脚感 但是他吃起来是蓬松的 因为机器毕竟他还是机器 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人在翻的那个动作 他就是只有脚而已 那我必须我还是要去叠它 就是去翻它让它表面是光滑这样子 小时候看阿嬷做很简单怎么到了自己手上 这些食材面团都不听话了 其实确实一开始 你光是要把萝卜放在这个皮上 不要掉下来都有很大的困难 人家一年都 我40年的功夫 然后这个收口也是 对因为我就觉得他不大听我的话 学了一年通过阿嬷考试才正式开店 但一开始阿嬷天天来 一双眼睛随时盯着他 半年多 天天来 为什么 今天早上 我怕它弄不好啊 不能让客人吃这样不OK的 对啦 不能让客人吃这样不OK的 我不要炸那招牌 不能炸了我40年的招牌 其实很多种行业都可以做阿 他会想要来做这个 其实让我真的满足无意料 喜欢归喜欢 有幸福归有幸福 平常是能够建筑也是建筑 我要一个萝卜是一个葱肉 好 开店后又过了一年 阿嬷才放手让孙子独立作业 店里除了萝卜丝饼 红豆饼和葱肉饼 沈聪生还多卖这一样 这个外观像甜甜圈的东西 沈聪生替他取了可爱的名字 叫甜圈圈 产品的诞生灵感来自顾客 我们是叫他甜圈圈 就是有点特别的感觉 一直有客人跟我们反映说 我们的皮很好吃 他想要单买我们的皮 客人给我们这个想法之后 我们就想说 那不然我们就试试看 做一点特别的 中间挖一个洞 看起来像甜甜圈一样 岩师出高途 阿嬷一手调教出来 还有妈妈姐姐在店里帮忙 让萝卜丛生无后顾之忧 但接班者都会面临的压力 他同样甩不掉 即便我们做到我们季节的做到 味道是万无一时 客人还是会说 你的味道跟阿嬷是不一样的 这个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比起客人说我们的东西好吃 我更喜欢客人听到老客人 阿嬷的客人来跟我说 不错味道跟阿嬷的一样 这才是我这一整年下来 听到最开心的话 毕竟他的初衷就是为了留住 阿嬷的味道 每次客人讲那句味道跟阿嬷的一样 仿佛听到全世界最动人的声音 给了他满满能量 继续往前进